本節目黃金贊助李漁門贊助播出 好,又回到我們美麗人生的張瑪莉 我把握這個時間,盡量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如何保持健康 我們經常說美麗人生,美麗人生不只是有錢、有名字 而是真真正正的心裡覺得平安喜樂 我覺得你的人就會美麗了 今天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都聽到我講 香港的情況就一般了,他們有什麼新的政策呢? 現在香港的限聚令,幾多人可以一起的呢? 本來有四個,現在減到只可以兩個人兩個人 還有就是沒有了堂食,早晚都沒有了 初初就說有日休息,後來就說現在晚上都沒有了 還有外賣,外賣我特別提的 因為其實也有很多在網上,不同的網絡都有拍出來 外賣就真的要找一些好的品牌,信譽好的公司 因為為什麼呢?有時候你去真是 你知道有時候生意不好,食物可能保持得不好 你吃了一樣都是會身體不好的,會有病之類的 所以就找一些好的品牌,信譽好的 我不是因為你原本贊助我這個節目 而是我真的自己在灣區的時候 我經常都去那裡喝茶吃東西的 我真的喜歡吃他們的東西 最難得一件事就是,由他們一開始要做外賣 我就已經看著他們是怎樣 所以是很棒的 整個管理一路各樣東西是非常做得好的 我非常推薦的 另外還有的就是 現在香港的規例就是室內室外都要戴口罩了 你只看著我所說的這兩個政策 一個就是 由八個人,一會兒又不限仁 一會兒又四個人,一會兒又早又晚 你看到他整個政策是不斷在那裡改 所以為什麼香港現在怨聲四起了 罵到政府傻了 因為實在為什麼不是一開始就做呢? 一開始就做這兩個星期已經過了 就覺得他婆婆媽媽,以而不決那隻 好了,室內室外都不可以不戴口罩了 如果你不戴口罩,捉到你的話就五千元 有些朋友就說 吃煙的時候可不可以拉起來吃呢? 政府說最好你戒了煙去吧 另外還有香港就非常的熱的這段時間 沒有雨下的這兩三個星期 熱到天天都三十度以上 最高有一天去到三十五度 其實之前大家就希望快點夏天 夏天熱起來,病菌就會沒有了 原來不是的 還有政府為什麼經常被人罵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屋苑 就有感染了 有感染,他就派瓶了 派瓶的時候,人們是說三點 四點,五點 是說凌晨開始 就在這裡已經排隊了 好了,到他開始派瓶 十分鐘內,排完 其他人來到就派不到瓶 那又罵了 所以現在我告訴你,香港就怨聲四起 我自己就真心說 我經常覺得 去靠外面的東西 還有有時真的靠政府 不如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 我覺得這個疫情就怎樣了? 因為真的很高度會傳染 而很多學者、專家都告訴我們 大家聽說,這個所謂COVID-19 這個疫情 其實那個疫菌就不斷在這裡變種了 現在說 疫苗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出來 我覺得最好都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做好自己的本分 做好自己的院防 真的不太幸運 真的中了招 沒有辦法了 但起碼我們的抵抗力都會好一點 我們經常聽到 那些隱者、傳染者 那些隱性的帶菌者 為什麼有些人會完全沒有病徵呢? 我不敢說他一定是他的抵抗力很好 他總有些原因是他以前做得很對 所以在這些病菌侵襲他的時候 他不會有很大的反應 或者是真的很大的病 那我們相信這件事 專家說的 他說如果我們做好這些事情的話 其實一來就感染機會低一點 第二件事 最難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是可以就算真的不幸運 Touchwood 感染了 我們都不用怕的 那我再說一次 其實這個新冠肺炎 他是很不喜歡我們曬太陽的 他很怕紫外線的 所以說所有我們的衣服 比如我經常戴帽子 所有的東西 你盡量給他多曬太陽 衣服洗完 不要就這麼乾衣了 如果行的就給他曬太陽 當然你自己曬太陽 專家說曬太陽要曬背部 因為你的肺要強壯 曬太陽 第二件事 他們是不喜歡高溫的 就是說那些東西 買回來之後 煮熱它 盡量小吃生冷的東西 盡量吃有皮的東西 這些其實很容易 另外還有 你們灣區的天氣 這麼好的空氣又漂亮 又多樹木 最好多些開窗 讓空氣流通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很怕 這些肺炎菌 很怕消毒劑 搓手液 75度的酒精 他很怕的 另外還有 他不喜歡我們洗手的 我們要多些洗手 帶著什麼 那些霜霜 即是護膚液 因為為什麼你經常洗手 你的手是糟糕的 那你要塗些霜霜 但是記住 都要帶上一些搓手液 是不是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任何病菌 不只是這些肺炎病菌 都是很怕我們的免疫能力高的 那免疫能力高呢 我們就要怎樣呢 就要早睡早起 專家說最少要睡7至8個小時 還有一件事就是 吃點乳酪 吃多一點 他們就說 不是酸性 是鹼性的東西 那這些都是專家說的 不是我說的 OK 那就可以吃乳酪 這些都是很大的幫助的 蒜頭 洋蔥 就是平時你吃了 不會跟別人說話的那些 那都是會幫助的 那另外就 檸檬 檸檬 那我就有個習慣 就是經常用鹽水浪口的 那專家又告訴你 就說每次你去完街回來 他說那隻菌 就有時就不是一定 立刻就可以感染你的 那所以你回來 立刻就做了一個浪口 那我自己在紐約的時間 我就不只是浪口 我自己買了一個 是洗鼻的糊 那那些呢 其實對我自己來說 就很大幫助 那所以呢 你被蛇出去會吸空氣 那另外還有就是喉嚨 要好好的保護它 那我現在就喝一隻 就是那些 陳皮和蜜糖的飲品 那這些各自你自己喜歡 好嗎 那我又喜歡喝檸物的 哈哈 你喜歡喝檸物的 維他命C 我每天都吃的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 很重要的 我們的免疫能力 原來跟我們的 EQ很有關係的 我們真的要開開心心 你笑多一點 然後呢 起落的心就是良藥了 是吧 那所以我們呢 不要那麼容易就 很不開心啊 太多的憂慮啊 這樣的 那但是沒辦法的 有些事情發生呢 我們是真的會有憂慮的 OK 好了 那有一個朋友呢 就弄了一個打油絲給我 很有趣的 他說一月疫情 二月封 三月四月就困家中 五月作息就山也空 六月似乎要解封 七月又再來成中 八月可能人都封 封癲的封 九月十月又入冬 十一月十二月全劇中 明年點活研究中 今年不死就算成功 我覺得呢 有時候這些人呢 其實挺喜歡苦中作樂的 那我就說了 大家要吃好一點 那我就習慣性 早上呢 我就會吃麥片啦 然後呢 我現在長期呢 就會蒸一些山藥吃呀 山藥呀 就是好像薯仔那些 那我會吃生果啦 蘋果一定吃啦 一天一蘋果 醫生遠離我 是不是 另外還有就是 盡量少點吃煎炸的東西啦 譬如你很喜歡吃白粥油炸鬼的 就不要吃油炸鬼啦 那就煮一些皮蛋瘦肉粥 那些就算啦 好不好 那就一天三餐裏面 都是不要吃煎炸東西 不要吃那麼多辛辣辣的東西 不要吃了好嗎 那也都有人說 如果真的好不喜歡曬太陽的呢 就可以吃維他命D 維他命D 那看你自己個人 就是喜歡啦 那我呢 就這裡有一段說話 很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因為自己有宗教信仰 我就經常覺得呢 上天會保護我們的 其實我們祈求呢 神是真的會回應的 那這裡有一段聖經是很好的 他說你當 剛強膽壯 不要懼怕 又不要驚惶 因為 你無論往哪裏 耶和幻你的神 必與你同在 Yeah 是吧 那另外呢 有時候我們在患難裏面 我們覺得 真是 很不開心 其實你不開心有一天 開心有一天 那為什麼不選擇一個開心的呢 專家都說了 你笑多一點 那個人心情好一點 病菌也離你遠一點 是不是 所以呢 就是在患難當中 我們要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年 老年生盼忙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哎呀 當我自己都走到無力了 怎麼繼續下去呢 那麼多個月了 當你感到很寂寞 困擾 空虛的時候呢 其實神告訴我們 神告訴我們 我心情要求 以及感謝 將你所需要的 告訴神 其實這是一個 心裡 很大的安慰 那我希望我們 都是 時時祷告啦 好嗎 好 今天說到這裡 繼續祝你們平安健康 我选了一首歌,听到多少就多少 陈明欣是一位基督徒 她和Jackie Lau弹吉他 Unplugged唱了这首歌 我觉得那种Jazz味很棒 因他活着,所以我们有盼望 拜拜,下个礼拜见 他名叫耶稣,他慈下爱 一只狂书,死里复活 是我的自由 那空方木就是我的旧的记号 河南甘甜 靠耶稣基督 他带给我 满足喜乐 感觉安慰 乃是我确信 我能面对未来坦克 一只活着 因他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不再懼盼 我余生知道 他穿过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我有一天 我有一天 唯独生命和 人生苦难 一一共肯 借助耶稣 掌声的死亡 我将看到他荣耀光 见他活着 因他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我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不再懼盼 我甚至到 他掌控明天 我能面对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不再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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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甚至到 他掌控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生命充满了希望 只因他活着 生命充满了希望 生命充满了希望